大陆旅游法明天上路 那业界评估了台湾陆客市场 恐怕会衰退三到五成 因此赶在11廉价的大线之前 疯狂送团 抢低价团的最后商机 造成陆客团送件塞车 而定出每天来台 团客上线的观光局也成了剑拔 那交通部长叶匡时 下令观光局一定要挺住 果然成功寄出了陆客优质团暴增 而9月陆客戏自由行的人数 也再创新高 每天平均达到1454人 而大陆旅游法虽然短期内 造成了陆客团市场大失血 但观光局有意 从自由行市场来补血 也拟把每一天2000人的上限 提高到3000人